男子为称霸武林 派各路高手抢夺武功秘籍 更是挟持少林方长 窃取少林秘籍 不料遇到少林高僧 使用少林五行拳 刚柔相见 简练朴实 降龙尊者一手十二路团腿 迅捷无比 如雨点般连绵不绝 独步于天下 亲王最新武学不好权势 一日举办武林大会 收集各门派武林秘籍 丐帮修宇等人为武 派一名小教花来此参加大会 教花表演武艺时 掏出一匕首要刺向亲王 亲王自身武艺高强 擒助教花便将其一掌打死 更是联合西域金波法王 一同胁迫众门派交出武林秘籍 但宴会中还剩三大门派 少林 昆仑 武当并未前来 便派金波法王前往武当夺取秘籍 秘籍乃是历代祖师遗传 掌门自然不会双手奉上 与法王一行发生冲突 亲王手下都是各路高手 武当弟子不是对手 掌门剑撞只能弹劾 交出两仪剑谱 让法王发儿子小虎离开 法王卸下防备 掌门却用燃灯将秘籍烧毁 将掌门杀死后 发现燃毁的不是武功秘籍 小虎以待秘籍从后门逃跑 法王一行紧追其后 小虎逃到一山间寺庙 被高僧所救 高僧武艺高强 几招便将退兵打败 教训过追兵后 回到寺中从容坐下 几人将法王请来此处 法王与高僧比试 高僧武学扎实 拳脚并用 数招便将法王打趴 就连武器金轮都被高僧踩碎 法王眼球一转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谎称被亲王所骗 愿归附佛门 出家人心善 信了花言巧语 法王趁机捡起金轮碎片 刺伤高僧眼睛 高僧虽双目失明 可手上也不再留情 用出少林五行拳 战斗力飙升 冲上去的手下都被打退 法王一看大惊 然而眼睛咕噜一转 让小虎交出剑谱 他们等人便退走 高僧已然强弩之末 只能让小虎交出秘籍 承诺将来一定讨回公道 法王拿到秘籍 大笑离去 亲王得到武当秘籍 只差少林及昆仑 手下来报 昆仑掌门带霹雳拳 及清风剑前来献保 临近亲王时 掌门用剑刺向亲王 亲王却掏出井棍 抵挡的同时将掌门杀死 获得昆仑秘籍和清风剑 三大门派只剩少林一门 而派望少林的奸细 并未将秘籍带出 原来和尚庙比皇宫还严 少林寺藏经阁 连方杖也不能随便进出 只剩少林一门秘籍 秦王心急如焚 带兵前往少林寺 要见助持方杖 但在发现寺中戒备森严 处处有武僧把守 藏经阁更是由四大金刚联合防守 寺中藏龙卧虎 两个老和尚轻松就将手下武林高手拦住 秦王来见方杖 以皇上御命要挟方杖 要在藏经阁查询谋逆名单 方杖不受威胁 以门规为由拒绝秦王 秦王回到府中 左思右想想起一计 隔天 一龙雅和尚被人追杀 逃到少林寺门口 助持带人将其救下 出家人慈悲为怀 助持不忍将其赶走 便让龙雅和尚暂时居住少林寺养伤 另一边 高僧教小虎五行拳 让小虎攻击草人 重击弹自己则用大刀不停砍动 小虎拳法迅捷无比 挥舞大刀都无法击中小虎手臂 夜晚少林寺 亲王假扮龙雅和尚 找到时机 偷偷潜入藏经阁 盗取武功秘籍 用假秘籍当替代留在阁中 小虎在一酒馆 发现一男子行迹可疑 酷似亲王手下 便偷偷随其后 发现 亲王手下偷偷聚集 更是暴露出亲王潜入少林寺 窃取少林秘籍 小虎记恨在心 直接将手下等人打死 却不料漏了一人 来到木屋 向师父高僧汇报情况 师父让小虎带自己的佛珠 前去少林阻止亲王 小虎来到寺中 住持将少林弟子聚集在广场上 让小虎挨个辩认 但并未找出亲王 小虎问住持 是否还有别的和尚 住持便将小虎 带往龙雅和尚处 小虎对龙雅和尚 口头谩骂 拳打脚踢 和尚愣是没有露线 最后方丈不忍 护下龙雅和尚 另一边 法王来到木屋 将高僧鞋子偷走 在门口放下钢钉 却也心有感应 没有踩中钢钉 法王让手下攻击 高僧谨守屋门 直接将手下打飞 最后法王下令 放火烧了木屋 高僧来到屋外 却被偷袭 踩入钢钉镇 被法王用木材包围燃起大火 最后高僧在烈火中作画 小虎姗姗来迟 见到恩师一股痛苦不已 带着恩师戒律堂印 前往少林寺 但住持却觉得 小虎一再骚扰寺院 摆出十八罗汉阵 让小虎闯关 闯过后才可见方丈 小虎用五行拳和罗汉对阵 虽众罗汉习武多年 但小虎由尊师指导 融合武当及少林拳法 拳法迅猛 几个回合后便将中罗汉打退 但后有降龙伏虎 两名尊者把门 两名尊者与其余等功夫 明显不是一个级别 十二鹿弹腿 迅捷无比 变幻莫测 罗汉拳也治刚治阳 无意间 小虎背后包袱打掉 戒律堂印调出 住持认出是他师兄印章 得知师兄作画 便带小虎见方丈 却发现龙雅和尚挟持方丈 和尚露出亲王身份 以方丈做妖协 让住持将三本秘籍 少林以天拳谱 罗汉阵法 大力金刚纸巾 送往亲王府 才放方丈离开 众和尚无奈 只能眼见亲王逃离 住持带降龙伏虎等八个罗汉 前往王府解救方丈 小虎先行来到王府 与武林高手缠斗 虽将武林高手击杀 但被法王等包围 危难时 方丈带人来到王府 亲王下令将众和尚拿下 降龙与法王对决 使用十二路弹腿将法王踢得满地爪牙 最后在院外将法王杀死 亲王健壮 手持紧棍 准备加入战斗 却被小虎拦住 小虎用双刀与亲王缠斗 小虎虽武艺不凡 但亲王学习各派秘籍 自身功夫也不含糊 几招下去 小虎陷入劣势 亲王就要赶尽杀绝石 降龙伏虎加入战斗 两名尊者坐镇少林 自身武艺强横无比 一对一不落下风 何况二对一 降龙伏虎相辅相成 弹腿与重拳 将亲王打得连连败退 降龙使出十二路弹腿 如雨点般连绵不绝 亲王明知不是对手 连忙逃往后院 降龙伏虎紧跟其后 看到亲王挟持方丈 方丈却趁亲王得意时 撞住身亡 眼见方丈死去 两尊者大吼 下手也逐渐狠辣 降龙用腿锁住亲王喉咙 封锁亲王行动 俯虎则用爪弓攻击亲王身躯 将亲王杀死 最后两人将方丈遗体带出 在众和尚陪同下 一同离开王府 四大门派是由黄峰导演 陈兴 洪金宝等人 主演的动作古装电影 讲述清朝 达顾伦亲王为称霸武林 派各路高手到处抢夺武功秘籍 前往少林寺假传圣旨 欲夺秘籍未果 后假扮和尚 亲往少林寺 使苦肉祭 每夜潜入藏金阁偷学秘籍 挟持方丈让众人交出少林三宝 小林高僧率领祥林伏虎 及六罗汉合力救回方丈 小虎亦夺回剑谱 重掌武当派 影片虽为四大门派 虽想表达少林卧虎藏龙 但其余三大门派描写过于粗糙 影片中 亲王如摧枯拉朽般 便将众门派秘籍拿到手中 少林寺中 降龙浮虎两位尊者 武打戏片段过于精彩 非常帅气 激起人们对功夫的憧憬 作为1977年上映的老电影 荧幕上看见许多老面孔 扮演金波法王的洪金宝 虽然饰演反派角色 但无意间泄露出搞怪气息 让人深感怀念 拍摄僵尸题材电影的英书 也在电影中跑龙套 饰演门童角色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哦 阿斗说片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